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佩洛西很有可能会在8月2号晚上 抵达台湾并和当地的政客会面 如果成行 这将是25年以来 美国最高层级官员到访台湾地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战利坚 8月1号重申 中方近来已经多次向美方表明 坚决反对佩洛西赴台 强调佩洛西如果赴台将导致严重后果 美方应该做的是 兑现拜登总统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不得安排佩洛西放台 即将结束 政治生涯82岁的资深政客佩洛西 为何要如此执着 甚至不顾总统拜登和五角大楼的劝阻 执意要在这个敏感时刻访问台湾地区 大陆方面直言已经做好了各种选项准备 此次事件会以何种方式来结束 今晚的凤凰球球连线 新加坡现场 皇后卫视驻新加坡记者刘备 上海现场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审议 北京现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滕建群 一起来连线解读 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 不速之客 我们先来看中飞燕的最终报道 一位年底可能就要卸任的 美国政府三号人物 一场不顾劝阻 无底线搅动台海局势 甚至图谋引发中美肌肉较量的 毕业旅行 以除高调滑众蛆虫 只为夹带私货 捞政治遗产的毕业大戏 随着佩洛西争机落地新加坡 就暂告一段落了吗 这位美国众议院议长的亚洲行 从4月推迟到8月 期间不停吹风 说要到台湾地区大驾光临 意图越界挑衅的行为 连自家卸任及前任总统都看不下去 特朗普没有按捺出暴脾气 直接发文抛风佩洛西不应访台 将实行弄得更加糟糕 而支持率屡创新低的拜登 就只能干着急 眼看中期选临近 白宫从法定程序来说无权干涉 他就先借居方之口 公开给佩洛西泼冷水 紧接着主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进行坦诚深入的对话 一直暧昧不明 不敢正面出声的佩洛西 才终于官宣亚洲性行程 当中包括新加坡 马来西亚 韩国和日本没有提及台湾 他的专辑也在当地时间的 7月29号缓缓起航 这位80多岁老太太的毕业型 牵移发而动全球 热信网友在社交网络上 贴出佩洛西航班实时飞行路线图 观看人数一度高达10万 飞机中途曾降落下位移和关岛 网友的热计随着飞机大起大落 各路看客也没有停止猜测 佩洛西首站访台的可能性 只是航班行踪最终查无此后 佩洛西老太太终于落地新加坡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引述消息指 佩洛西获将于8月4号 经菲律宾科拉克 美国空军基地专往台湾 或见蔡英文 台湾媒体更在周一引述消息指 佩洛西访台机率倾向有意成型 当地相关单位处于准备中状态 美国打台湾牌打上瘾 三不五十有意员窜台 军机飞台通过所谓的挺台法案 多次对台军售 中美关系顶着高压锅 军事较量更容易擅枪走火 美国在东北亚 唯一一艘处处于部署状态的航母 里根号在场南海 中国舰队立即现身 里根号缠绵不到三天 就黯然离场 中国人民解放军 建军95周年前夕 北部东部及南部战区 海军实战演练的画面曝光 射程超过2000公里的 东风一期高超音速导弹 发射短片也被曝光 有份机制射程涵盖台湾地区 新一代空中加油机运游20 已投入新之代练兵备战 空军发言人申进科大校 7月31号给军队打下一集长青针 空军有坚定的意志 充分的信心 足够的能力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狂妄自大萤火烧身 佩洛西毕业系危机四伏 佩洛西故弄玄虚 会否执意窜台以身事件 顶峰作秀应奉扬违 触发中美冲突箭在弦上 中方正严阵以待 中国人民解放军 绝不会坐视不管 用狂妄自大来形容佩洛西 是非常恰当的 因为连特朗普都不如他 怎么来形容佩洛西呢 我们了解一下 他是一位资深的政客 是民主党的政客 他资深到比拜登还要资深 他今年已经82岁了 即将退休可以说是 曾经在一次 特朗普的国情资文演说中 和特朗普互怼 他当众把特朗普的国情资文的稿子给撕掉了 全部播出来了 好 我们先来讨论一下 今天佩洛西在新加坡的行程 连线正在新加坡的记者 驻新加坡记者刘备 那么今天 现在佩洛西还在新加坡 他今天在新加坡的行程是什么呢 他和新加坡总理 李显龙等官员会面又讨论了一些议题呢 是的 科夫 佩洛西今天在总统府 先是拜会了总统哈利玛 双方是肯定了新美之间 良好的长期伙伴关系 并且探讨会加深教育 人文 气候变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之后他也和新加坡的总理 李显龙会面 双方肯定了新加坡与美国 在国防 安全 经济领域 多方面的一些关系 李显龙也和佩洛西就两岸的关系交换意见 并且当面向佩洛西强调说 稳定的中美关系 对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 他过后也接闻说 新加坡会重视美国国会 对新美双边的伙伴关系 佩洛西一行 今天还会见了新加坡的副总领监 财政部长黄勋才 外长维文等几位内阁部长 黄勋才是新加坡的下任总理接班人 他今天晚上也在社交媒体上上传 多张合照 并且说美国为了区域和平稳定 和发展是提供一个框架的重要作用 新加坡期待与美方在经济 可持续金融数字经济等领域深化合作 新加坡的外长维文 他也发文了 说新加坡将和美国深化在地区的经济参与 当中包括通过东盟主导的一些机制 和印太经济框架等倡议上的继续合作 那么佩洛西今天一天呢 已经完成了他在新加坡预定的访问安排 目前有消息说他可能会前往台湾 我们再继续关注 好的 谢谢刘备 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刚刚最新的消息是说 佩洛西将于明天抵达台湾 我们将密切关注是否是真的成行 如果成行以来 如果成行将是25年以来 美国最高层级官员到访台湾地区 下面有请在上海现场的富大大学教授审议 刚才刘备给我们提到一个细节就是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会见佩洛西的时候 还特别提点稳定的中美关系 对于地区的安全稳定非常重要 可以说佩洛西此行受到大家关注 就是关注一个很重要的关注点 是他去不去台湾 包括拜登总统和五角大楼都劝阻他不要去 但他为什么还是执意要去呢 中国有句成语叫一意孤行 然后佩洛西这次就很好地 用自己的实证演绎了 这个什么叫一意孤行 然后对于佩洛西来说 对中国在这种敏感问题上碰瓷 是他发家的不二法门 就是之前西方有句谚语 一个国家生于不义 自当死于耻辱 对他来说 这一轮说是毕业季 原因很简单 今年年初的时候 台湾赖清德去美国那边窜访的时候 跟他勾得上了 弄了这么一个计划 然后三四月份 第一轮出来试探的时候 强力回怼 然后立刻就跑了 战术阳性 阳性了四天之后 就去乌克兰访问了 然后现在呢 在美国国内 第一民主党中期选情不利 第二对他个人来讲 更加重要的是 他因为在任上 因为动用职权 透露内部消息 给他老公搞股神 就是内幕交易炒股 要接受调查 这个是让他身败名列万劫不复的东西 然后面对这样一种局面 佩洛西采取了西方个人主义政客 非常极端的一种表现 就是我死之后 哪怕洪水滔天 反正只要我避过这一劫了 我就不管不顾对着中国这边冲上去 你们所有人都要替我擦屁股 你们所有人 包括整个中美关系 都要替我陪葬 我就是要这样去做的 我就非常任性 我就像一个被宠坏的人 宠坏的这样一种作风 我就是自我为中心的 我就不管 不顾一切 就闭着这个眼睛 然后直到什么 直到我死为止 就你有本事让我死在路上 那我就死了 死了也就结束了 但是当然或者说 你把他一个非常明确的 没有办法自己骗自己的 没有办法心存侥幸的信号 放在他面前 让他撞上去 让他疼了 也许他会调整 也许他到死都不调整 他宁愿死在这个路上 宁愿死在海里面 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面对这样一种局面 我们理性的人 会感到非常的无奈和悲哀 怎么就是这么一个脑子 抽尿的人在这个位置上 但他就是这样 所以没有什么讨论 为什么 我们现在只要想 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阻止他 而且这个阻止他 理论上应该是什么呢 中美两国共同去管理 因为你如果两个国家的关系 最终因为这样一个 疯子和变态的 这种脑抽行为 结果把自己给崩掉了 那说实话是不值得的 应该是双方或者几方面 共同想尽办法 去把它给管下来 让后面 其实说穿上 也就是未来的48小时 到100个小时 我们就可以见到分晓 我们可以无非见到几种局面 第一个 就是疯子被管住了 第二 疯子没被管住 疯子没被管住以后 大家会见识 这个疯子会造成多大的损害 这个可以大家走着瞧吗 好 谢谢沈亿教授 我们再来有请在北京的 腾建群先生 您知道 佩洛西是不顾中方的警告 他也不顾美方的警告 可以说是 真的是蛮奇葩的 依然窜访台湾 将这个地雷埋在这个行程中 那么他到底可以 他想要得到什么 主要还是个人的政治力 因为我们都知道 佩洛西本人 他从政 从整个一个历程来看的话 他基本上每一次 都是靠这种制造话题 制造事端来驳上位 比方说对华政策方面 从上世90年代 反对当时的政府 给中国最后一个待遇 那么在2008年 北京举行奥运会之前 我们看到佩洛西 也是拉了一帮反华议员 提出来要抵制 中国的北京奥运会 所以他就是这样一个 不断博取眼球 博取上位的这样一个政客 那么从他本人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次行程 也确实他做了很多铺垫 那么而且非常高调 包括在今年3月份提出来 那么后来推迟 那现在又是一次高调的 这个向亚太地区出访 那么从他的出访的路线来看的话 我觉得也是精心设计 不管是在东南亚的两个国家 还是东北亚的两个国家 当然你可以看出来 它确实实是美国最近 也在加强这两个方向的 这个相互关系 比方说对东盟 之前美国还举行了 美国和东盟的峰会 那么拉了八个东盟国家的元首 到黄金镇开了一次 没有任何结果的会议 那么同时呢 日本和韩国呢 也是美国最近在 吉利拉拢的两个传统的盟国 所以你表面上看的话 它确实是在帮着美国 拉拢地区国家 但是呢 我觉得它这种设计来说的 不管是从东南亚 还是从东北亚 它都要来回横跨 中国台湾地区 那么这种设计来说的话 它表面上看好像是访问 亚太地区一些国家 但其实呢 我觉得它终极的目标呢 还是希望借着串访台湾呢 来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人气 甚至呢 赌上这个最后的身家性命 来博取上位 这是它的一贯的作风 这个牺牲有事够大了 再有请沈亿教授 您说它是为了 如果说它是为了民主党 那么它这一次根本就没有考虑到 总统拜登和五角大楼的观感 中美元首刚刚通完话 拜登总统重申 对台政策没有改变 真是一个中国政策 不值得台独 那么现在它这么做 给拜登也造成很大的影响 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 今天的那个表态就说 希望美方不要再安排 佩洛西的访问行程 如何来理解安排这两个字 谁来安排的 它出访的时候的飞机 是军用飞机 军用飞机这个东西是美国军队的资产 美国军队的资产 这个使用是要三军总资定同一点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历史上特朗普做总统的时候 曾经干过一次 就是他议员是要出访 然后他直接撤销了他们军机使用权 就拍不了飞机来 就相当于佩洛西要飞 这个飞机不是佩洛西的家丁 或者是保镖开了佩洛西的私人飞机 被他去飞 是美国总统下令美国的军方 为佩洛西的出行去提供便利 我给他提供一架军用飞机 然后派军队的驾选帮他去飞 离开了这种后勤和支持 他自己飞去台湾 他又飞不过去 也不可能游泳过去 他不是超人 对吧 所以你事实上是有一系列的 后勤支撑条件的 这个后勤支撑条件 如果你美国总统有诚意搞好中美关系 你就可以不给他 不给他你美国总统承担什么代价 短期你在国内被政敌所攻击 但是中长期对中美关系 会看到诚意是有好处的 现在中美关系当中 出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遇到这种疯子或者是白痴 出来挑战中美关系底线的时候 美国有一帮政客想捞现成的 就是说 我其实也想在这个地方有所突破 现在让这个疯子去试一试 替我火中取力 万一成了呢 好果均沾 万一中国真的去打了这个疯子 那死的也是这个疯子 不是我 就是基于就整个美国政治 趋于这种斤斤计较 蜘蛛必救 啥事情都是往自己头上算的 所以弄了就是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最后是拿整个中美关系 来治愈地区的安全与和平 在那边做交好评 事实上我们看 佩洛西和曾经的前总统 特朗普之间的一些行为 很多网友的评论是 无法想象是这个年纪 能干出来的事 我们再来有请滕建群先生 我们看到此刻恰逢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纪念日 在北京举行盛大招待会 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了 而且解放军空军宣布 新一代空中战油机 战油机是运20投入了新时代的练兵备战 而南部东部和北部战区 都进行了海上的这个实弹的演练 这是发出一种什么样的信号 应该说非常清晰吧 如果说有人还认为 中国只是说说而已的话 我觉得这完全是一种误判 中国现在不但有能力 而且也有这个信心 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其实我们还应该提到一点 2005年的时候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也专门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 我们是有法可疑的 只要触动了或者触发了 相关法律的条款 那么解放军就可以出手 不是说现在我们光喊一喊而已 所以现在对有关国家来说的话 有关这个方案来说的话 包括特别是这个岛内的一些 台独势力台独分子来说的话 不要抱任何的幻想 因为我们不但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决心 我们还有法律方面的授权 如果说一旦需要的话 我相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肯定会做出这样一个选择 来维护我们国家的主权 和领土完整 这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 拿到哪都可以说得过去的 包括我们在联合国 特别是你像2758号决议 已经规定了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 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那么我们解决一个省的问题 那么其他国家介入的话 它同样也有被联合国宪章的 相关规定 联合国的有关决议 所以不管从法理 从能力还是从决心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次有关各方的 一定要好好听一听 不管是中国国防部 还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或者是台办的一些 发言一些声明 这确实实摆在这个地方 我想现在大家都很关心的是 如果明天它一旦成行 到底会发生什么 因为中方已经说明了 我们准备好了各种选项 那么程先生您觉得 当然是不可能不理他的 但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 当然是非常的敏感 您觉得明天的事态发展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觉得还是用咱们外交部 这个发言人意证 咱们拭目以待 那么只要敢动的话 那是咱们拭目以待 方方面面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手段 很多方法都摆在桌面上来了 而且说得也很清楚了 那么只要敢串访的话 那么大家就看中国政府 中国解放军会采取什么措施 这应该说 不要有任何的怀疑 有任何的这种侥幸心理 认为打擦边球 认为串访了也串访了 毕竟这是我们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还是用一句话 就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好的 明天晚上请继续关注 富豪全家联系 再来有请在上海现场的 沈亿教授 刚才我们看到台湾地区的新闻报道 领导人蔡英文站出来来说 他预计 佩洛西二号晚间抵台 团队订了两间饭店 这么说 应该是大概率事件 当然到底是否成形 我们将继续关注 您觉得中方的行动 是什么 现在蔡英文就沉醉在这上 磕了药 磕嗨了这个炉内高潮的状态 他在讲他想象的场景 那我说实话 在一定程度上他是自由的 他可以想 他可以说他们明天晚上预期要来 我预期怎么接待 我预期跟他见面 我预期跟他握手 我预期跟他拍照 我预期送他上飞机 他走了 然后我预期就继续过我的生活 这也是可以随便想 这东西没有任何意义 他现在就抓紧时间 往自己连上图本 因为他现在也就剩下做这些事 后面的事情 其实我们就要换一种语言去交流 怎么叫换一种语言去交流 你说 排不排除蔡英文和佩洛西 之前的一个预谋在里面 零外回 没有 他就是在讲一个事先的方案 他们事先肯定有一个方案 他现在就是在介绍这个方案 就是相当于说 这种东西都有所谓的高案跟低案 我现在借这个机会 就把我想象的 对我最有利的 最美好的画面说一遍 在他们这种人的当中 有很多事情 说过就等于做过 做过就等于做成 时间长的就是说过了 就等于做成了 他达标里 他的KP案件结合了 他的能力就放在这了嘛 所以这个我真的是可以走的 瞧 好 我们先休息片刻 这真的很危险 玩火自焚 后果非常严重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再来聊 好 我们继续了解的一个方面是 佩洛西此次访问 预计中的窜访台湾之行 在中美两国都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弹 甚至包括前总统特朗普都站出来 在他自己创造的不知名的社交网站上说 佩洛西碰过的一切东西都变成了一团造 那么现在看起来的确如此 有请在复旦大学的教授审议 我们看到这一次 佩洛西克也说是豁出去了 什么都不顾 想得到自己的一个名声 捞名声这么一方面 对于美国的政治也是毫无建树的 这对中美关系将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就是说现在显示 中美关系当中 现在增加了一种新的不确定因素 就是来自于美国国内政治当中的一些低质量的政客 基于他自己个人的考量 用摧毁或者是毁伤中美关系 政治基础的方式去博取自己的名声 说实话 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种全新的挑战 因为我们不知道 居然美国的政客的质量会变成这个样子 不能像流氓一样 直接过来跟你碰瓷 而且是一种泼皮的这种方式 没有任何体辩理性和尊严可言 我就是一头这样创过来 我就创死在你面前 甚至而且第二个特点就是 他做这个事情 其实你说损人利己 他没有任何好处 你说佩洛西自己真的能获得一个名声 他都不在乎 他就要这一时的这个闪亮 后面事情他也管不了这么多 然后你说这事情对美国有利 我完全看不出来对美国有利在什么地方 你说这事情对台湾有利 我更加看不出来 事实上他就是一个神经质的一种病态的举措 这个病态的举措 有点像就是在路上突然间有人精神病发作 就开始砍人这种状况 他认为他这个东西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但其他人看来我完全无法理解他的逻辑 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面 对于中国来说就是我们要具备完整的工具箱 只要具备跟正常人讨论的这种工具箱 也要孕妇这种疯子的这种防暴装置 和这种相应的一套东西 要能够启动起来 归根结底还是要打消掉在美国建制派当中 让这些疯子在前面替他们去火中取栗的这部分幻想 要用清晰有效的方式加以有效抵制 这可能是一个新的能力建设的方向 是的 我们再留情在北京的藤军勤教授 先生 如何来看待中美关系的将来 中美元首通话可以说是长达两小时17分钟 两国元首是相当诚恳深入的讨论两国关系 但现在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插曲吧 怎么来看呢 其实我们看到中美关系在两国元首的共同努力下 保持稳定的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因为我们都知道元首外交过去这么多年 一直发挥了这样一个沟通的渠道 但是我们现在看的话 美国的内政和外交 其实已经被一些集团所绑架 那么拜登总统 他又是一个比较虚弱的这样一个领导人 不管是在国内支持还是在国际事务当中 我们很少看到在过去一年多时间当中 有所建树 他往往表现出一种二元化的对外政策 特别是在对华政策上 也是一种二元化的结构 那么一方面我们看到他反复的强调 不支持台独 那么坚持一宗原则 坚持中美达成的三个联合公报等等一系列 但是这只是说话而已 在很多作为上 比方说一些政客的串访 比方说像台湾出售先进的武器系统 包括对于佩洛西这次要串访的计划 其实也表现出非常虚弱的政府行为 其实他完全可以像当年 比如说2019年一月 那么特朗普总统停止 不让佩洛西使用军机到阿富汗 到比利时的这种访问 最终还是逼着佩洛西取消的行程 但是我们现在看的话 拜登总统没有这么做 那么他倒拿出了军方 说认为佩洛西现在到台湾串访 不合适的这样一些话题 所以对于拜登政府来说的话 他确实表现出这种二元化的结构 而这种二元化的结构 主要原因还是美国的内政和外交 已经被一些利益集团所绑架 是 好 谢谢腾先生 我们再来有请沈亿教授 我们看到这一次佩洛西的亚洲之行 可说是破坏之行 破坏力如此之大 以至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我们在送他的时候 都要说一句 请珍惜中美关系 您觉得在他走了之后 台湾海峡局势 是不是会有负面的因素在里面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不管他最后有没有去到台湾 进到这个岛里面去 不管这个过程是怎么样 有几件事情是不会改变的 这个岛的地理位置是不会改变的 这个岛和边上大陆 大陆和台湾的力量对比 发展态势 这个是不会改变的 中美两个国家之间的 这个力量对比态势 也都是不会改变的 它就是一阵扰动因素 现在这阵扰动因素 而且主要是集中在 主观心理和认知层面 说出来就跟个鼻涕虫一样 它对你没危害 它看着恶心 对吧 它就是个恶心人的东西 但是从中美关系 或者从两岸关系上来说 你搞过这么一出之后 那么就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什么新的阶段 我们就会换一种话语方式 我们就会换一种话语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好话 你听不懂对吧 我对你仁至义尽 你把我的善意完全踩在地上 进行践踏 我不管那个疯子是什么 这个疯子就是你们家出来的 你没有管好你们家疯子 那不好意思 你不要怪我 我以后我也开始大家该怎么办 是的 就这么回事啊 好 谢谢沈一教授 谢谢腾宇前先生 谢谢刘备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 祖国统一是中国共产党 始至不遇的历史责任 也是14亿中国人民的坚定决心 好 感谢您收看今晚的 《风光全球连线》 我是李克福 晚安 《风光全球连线》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